设闹钟 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 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提醒我早点睡 该你了 设闹钟 我在手机上设了五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六点设一个闹钟 六点十分设一个闹钟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 所以设三个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因为我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提醒我早点睡 设闹钟 我在手机上设了五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六点设一个闹钟 六点十分设一个闹钟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 所以设三个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因为我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 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六点设一个闹钟 六点十分设一个闹钟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 所以设三个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因为我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提醒我早点设一个闹钟 该你了 设闹钟 我在手机上设了五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六点设一个闹钟 六点十分设一个闹钟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 所以设三个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因为我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提醒我早点睡 提醒我早点睡 设闹钟 我在手机上设了五个闹钟 我在手机上设了五个闹钟 五点五十分设一个闹钟 六点十分设一个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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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 所以设三个闹钟 十二点半设一个吃维生素的闹钟 因为我常常忘记吃维生素 晚上十点设一个上床睡觉的闹钟 提醒我早点睡 该你了 等一会儿 那我早上睡觉 你怎么好了 我早点睡觉 那我再在睡觉 睡觉 我早点睡觉 那我们睡觉 我早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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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处认 我早点睡觉 成绩单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该你了 我的成绩单下来了 满分是一百分 我的语文考了九十五分 数学九十分 英语八十七分 物理八十五分 化学七十四分 历史九十分 地理九十三分 政治八十分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成绩单 我的成绩单下来了 满分是一百分 我的语文考了九十五分 数学九十分 英语八十七分 物理八十五分 物理八十五分 化学七十四分 历史九十五分 历史九十五分 地理九十三分 历史九十五分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成绩单 我的成绩单下来了 满分是100分 我的语文考了95分 数学90分 英语87分 物理85分 化学74分 历史90分 地理93分 政治80分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该你了 成绩单 我的成绩单下来了 满分是100分 我的语文考了95分 数学90分 英语87分 物理85分 物理85分 化学74分 历史90分 历史90分 地理93分 政治80分 我的文科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成绩单 我的成绩单下来了 满分是100分 我的语文考了95分 考了95分 数学90分 英语8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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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85分 物理85分 历史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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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9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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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80分 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一点 该你了 我大历史90分 打来 我 crashing 你了 我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该你了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没想到 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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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没想到 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比赛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 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 有的矮 一班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该你了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 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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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 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没想到个子不高的二班男生 以56比47赢得了比赛 看来篮球实力和身高没多大关系啊 比赛 今天高一一班和二班有一场篮球比赛 两个班 两个班的同学都到篮球场了 一班五名男同学 个个都一米八以上 一班五名男同学 二班五名男同学 二班五名男同学 有的高 有的矮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看上去二班的篮球实力不如一般 一般年同学 有的高 该你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该你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 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 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 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该你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 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修手机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在地上了 屏幕碎了 虽然还可以使用 但是看上去特别不舒服 我决定去修一下 我决定去修一下 到了手机修理中心 师傅告诉我 换一个屏幕 大概要八百块 我觉得有点贵 但是还是换了一个新屏幕 这回得小心使用了 该你了 该你了 moje渴望 A 镇 镇 小石 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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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该你了 养狗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养狗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 朋友说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养狗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 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该你了 养狗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 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养狗 我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 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养狗 我很想养一只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正好朋友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 他送了一只给我 小狗真的很可爱 可是他总是乱尿尿 拉屎什么的 搞得家里又脏又臭 朋友说 经常训练他的话 他就不会随便拉屎尿尿了 可惜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训练他 该你了 该你了 而不队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该你了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求婚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该你了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求婚 我和我女朋友谈了三年恋爱了 我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了 那天 那天我准备了钻戒和鲜花 当他吹蜡烛的时候 我担心下跪 大声问他 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很激动地回答 我愿意 然后我给他戴上戒指 我们都开心地流下了眼泪 该你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